大家都很期待北安之间是要安定和平 所以我想谁能够做到 其实要民众心里都答应了 这一次来上海我看到了非常多 也感受到上海在很多方面不断的进步 我想未来台北跟上海之间 在生态永续方面 你可以有更深入的交流合作 晚间上跟公正市长聊天的时候 他也跟我分享 上海目前也同样面对高龄化问题 60岁以上的长辈比例大概是36% 在台北我们提供很多长照的服务 社区安老 其实跟上海目前推动的非常相近 所以我们可以对未来长照的议题 健康的议题 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交流合作 这一次的参访收获满满印象深刻 所以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再来找更多的地方 更加的了解来上海 想要请教出这种机会来见到国家的主任 送上海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规划 所以这一次我们来就纯粹 以市政交流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